创世纪第七章 耶和华对挪亚说 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世代中 我见只有你 在我面前是个义人 洁净的牲畜 你要各带七公七母 不洁净的牲畜 你要各带一公一母 空中的飞鸟 也要各带七公七母 以便传种 活在全地上 因为再过七天 我就要一连四十昼夜 降雨在地上 我把所造的一切生物 都从地上除灭 挪亚就照着耶和华 吩咐她的一切做了 洪水淋到地上的时候 挪亚刚好是六百岁 挪亚带着她的儿子 妻子和儿媳 一同进了方舟 躲避洪水 洁净的牲畜 和不洁净的牲畜 飞鸟和各种 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都是一公一母 一对一对 来到挪亚那里 进入方舟 是照着神 吩咐挪亚的 那七天一过 洪水就淋到地上了 挪亚六百岁那一年 二月十七日那一天 所有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 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 大雨倾盆下在地上 一连四十昼夜 就在那一天 挪亚带着她的儿子 闪 韩 雅芙 以及她的妻子 和三个儿媳 一同进了方舟 他们一家 所有走兽各从其类 所有牲畜各从其类 所有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各从其类 所有有与有益的飞行 各从其类 有生命 有气息的 都是一对一对 来到挪亚那里 进入方舟 那些进去的 都是有生命的 一公一母进去 是照着神吩咐挪亚的 耶和华跟着 就把方舟关起来 洪水就淋到地上四十天 水不断上涨 把方舟升起 于是方舟就从地上浮起来 水势甚大 在地上大大上涨 方舟就在水面上 飘来飘去 水势在地面上 越来越大 天下所有的高山 都被淹没了 水势浩大 比重山高出七公尺 山林都被淹没了 凡有生命 仍在地上行动的 无论是飞鸟 或是牲畜 走兽 或是在地上滋生的 各样小生物 以及所有的人 都死了 仍在陆地上 鼻孔里有气息的生灵 都死了 耶和华 把地上的所有生物 从人类到牲畜 爬行动物 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除灭了 于是 这一切都从地上消灭了 只留下挪亚 和那些与挪亚 一同在方舟里的人 水势浩大 在地上 共一百五十天 那不动 往远 往远 去 。 去 自